妈 你还知道回来啊 给你发了一信你不回 打电话你不接 你一晚上没回来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公吗 还有没有妈 还有没有这个家 我为什么不回家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清楚什么 妈 说了你两句而已 生这么大的气 这是过日子不是过家家 无理取闹 妈 对不起 昨天我有点激动 有些话说得过分了 我可不敢 会没说上两句 又把少奶奶气得离家处走喽 妈 我知道您对我不满意 我尊敬您是长辈 不想跟您起争执 想着人心都是肉掌的 只要我用真心 哪怕是石头我也能给雾化了 可现在看来 是我天真了 你骂意思啊 和手我铁石心肠虐待你了呗 哦 你做错事都不能按说了是吧 那您说说 我到底哪做错了 佟娜娜 你又不是不知道 大碰子现在工作没着落 你又是买包又是买衣服 你考虑过他的负担吗 你这不是败价吗 妈 您向着自己儿子 我不怪您 但是我自己挣钱自己花 问心无愧 这是我上银行打的单子 最近的消费记录都在上面了 主卡是我 副卡是他 您可以看看 我们俩都把钱到底花哪儿了 谁顾家 谁败家 清清楚楚 佟娜娜几万块钱你至于吗 至于 余鹏 你说你花钱打游戏了 这上面几笔最大额 都是打给了个人不是游戏公司 你给谁了 大鹏啊 你这钱能花哪儿了 我跟你们说不清楚 我打给我一个哥们儿了 他做游戏带冲的 在他那儿能便宜点还能优惠点 我是帮他省钱呢 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 我以前总觉得 既然是一家人 就不应该斤斤计较 可我现在才发现 你们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做一家人 既然在这个家里面 没有人帮我说话 我只能自己帮自己说话了 看跟谁学的一 打个游戏打个游戏 你就跟游戏过吧你 小张 听说你打算往死里追溜阿姨他们家的闺女啊 那爱情的力量不得了呀 你看那天小张舞都跳不动了 恢复得够快的 了不起啊 那是 就小柳她家那闺女 敢追的都不是一般人 这样啊 小张 好 来 丈母娘要给准女婿支招啊 能支什么招啊 她自己见自己闺女腿都发软 那也是我女儿不是你女儿好吧 阿姨这是 这是有恩长飞的几条线和这周的航班 她每个星期都会给我一份排班表 有了她吗 你就好想到她人在哪里 什么时间联系得上她了 我